網友告訴我們這部電影是Netflix的 就是叫做Our Souls at Night 所以今晚又有好節目了 可以在Netflix上找到 很棒 今晚星期五晚 對 我有Netflix 很悶的 很有味道的 我愛情從來都不分年紀的 對 我想如果喜歡當年金銅玉女的 羅伯烈福 珍芳大 也可以有懷舊的感覺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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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怎樣 剛才你說有個網上有趣的廣告 有一個是我的女兒分享給我的 補習網 他們有些補習網 就是家長會找補習老師 然後就有很多好像我女兒那樣做大學生 大學生去認稱補習老師 其實自古以來也有的 你有沒有幫人補習 以前一定是有的 每個都有的 現在沒有的嗎 現在沒有的 以前有的Bot 現在是上網上的 現在的招聘Bot是沒有的 真的沒有的 補習 賣車 陳家榮 學國語 教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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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都有的 還有普通話 Cantonese 還有French 我懂一點法文 還有Piano 還有Babysitting 我可以幫你照顧兒子 除了不煮飯 其實現在做這些事情 其實都差不多包覽了 是一杯父母想問的 你可以再查詢 我有個很好的教育背景 有個從事教育的經驗 他說 我反過來 如果你請我 我可以給你三千至五千元一個月 反過來給錢 這個人在讀大學 我想他也不只是在讀大學 他沒有很清楚在這裡寫他的背景 他說你可以再按進去看 那些細節的背景 然後他就說 我給你三千至五千元 你收留我 Depend on location 你的地方比較好一點 我再給我多一點 Depend on location 然後我反過來 一個星期我可以給你三至五天的 Kids Tutor 教他做功課 他說要Depend on time 因為他每天大約三點半之後 他就要工作 三點半之前 就可以幫你教小孩 幫你照顧小孩 什麼都可以 還有什麼呢 最好你家裏有個鋼琴 如果這樣我就可以練琴 還可以教雇主的小孩彈琴 是的 這個挺有趣 就是一個這樣的留言 我不知道他最後有問題 你覺得就是嗎 如果你是護主 如果你是護主 首先要看我的房子有多大 還有我覺得 當然是挺吸引的 你覺得對護主很吸引 對護主很吸引 這個人是肯給三千至五千元出來的 也不是少的 其實如果三千至五千元 如果他就當這個女生 他自己找一個類似一人的劏房 是找不到的 現在那些少爲女生 譬如他有鋼琴彈 還可以練鋼琴 劏房沒有鋼琴 那不是算一家便宜兩家賬嗎 對我覺得 如果你叫他 你自己拿五千元 找一個有鋼琴彈的地方 你看他有沒有 一定找不到 他想用五千元 最多五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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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一間房子 而你又可以讓他用他的鋼琴彈 對 而他也交換什麼給你呢 教你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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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他做功課 其實都挺好的 我覺得好像 而且我覺得他不只要找一間劏房 他可能是要找一個有home-free的地方 是的 其實挺有想像力 挺有想像力 但見到香港的租金太貴 而且他又有些想法 他把補習和住屋兩樣東西合起來 很多人可以學 挺有想像力 我覺得很多人可以學 鮮樂飄飄處處民 好像 那是有些愛情的結局 我剛才覺得 你的男生 譬如說 我掃你化好得的 不知道什麼會計好得的 那就用這個辦法 總之我給你五千元 你給我房子 然後你幫我一頓火吃 我幫你兒子補習 這叫護衛 對 對 對 護讓護量 777林鄭月娥說 我們要護讓護量 其實這種都是護讓護量 對嗎 他不只是什麼都建基在金錢上高 對 互相幫助 他有點像小社區 我記得我在這裡講過 對 你講過 每人拿些東西出來 交換 然後我們不是用錢的 例如傑斯 Barter System 原來你可以幫我照顧 你幫我照顧 我不是給你錢 我是給我們設計的時分券 你用了兩個小時幫我照顧 我就給你兩個小時的時分券 你可以換其他東西 然後你把時分 譬如Michael Michael教你的兒子踩單車 你又給你多少個時分券 這個就是錢幣的初刑 就是Barter 以物換物 其實他用這種 好像回到古舊的時代 來抵抗現在這種高消費 還有沒有什麼人情味 因為你一用這種東西的時候 就好像很有人情味 還有 剛才你說那個女生 五千元有一間房間住 但對於護主又有好處 現在很多護主想找補習先生 找好的補習先生 他已經住在這裡 多方便 他還交了琴 即是一舉兩得 即是等於請家庸 你想想 他是不幫你煮飯的 家庸又沒有 除了不幫你煮飯之外 他還有心理準備 他還給你錢 是啊 其實兩個都著數 其實兩個都著數 你不用給錢那個類似家庸 當然著數 他說他可以每個星期 給三至五天的 Kids Tutoring 但他沒有說多久 不是 我想說他預了 我挑了他的 那你要寫清楚 免移 我想有很多東西是免移 但是他起碼 他預了一件事是Kids 是有S的 他預了你家裡有兩三名 他跟你搞定 他不是單對單 但其實一齊做Tutor 其實很容易 單對單和一齊 其實沒有分別 他也是這樣教的 你這樣一加一二 你ABC 一起教的 或者是的 但起碼 我覺得這個都想得過 挺有想像的 但是Provider就是 你家裡是不是有多個房 當然要 你家裡有多個房間 現在是這樣 新模式 這個護主要有兩夫妻 或者小孩子 或者是小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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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小孩子 還有房間多出來 還有廳房子夠大 還有鋼琴 他可能已經有個家庸 他可能已經有個家庸 家庸可能是非用 有什麼用 順便教他的兒子 你現在保存可能性大不大 是的 其實是個護主比較好 你知道有很多嗎 有些如果你買一層樓 你要供 供到小聲 那些兒子教育費又貴 現在你們供供 又有人給五千元 你幫忙了 補習費又不用給了 是不是雙倍 還可以教兒子彈鋼琴 還可以教他彈鋼琴 如果他漂亮的 還可以看美女 看美女 不是啊 我想說 我女兒現在多了人補習 他找到很多都是 長期看不到爸爸媽媽 很多這些 補習老師 整間房子那麼大 住到全部豪宅 然後只有小孩子 加個家庸 其實我覺得他想找個房間住 也不是很難 還有住那些一定比住湯房 一定是半山區 一定是半山區 是啊 整天看不到爸爸媽媽 自己做了護主 一個不覺得 一個護主連五千元都不收 沒錯 教得好的話 因為也不自在 五千元對於一個這樣的護主 他是不是開到三千至五千那麼高 其實他開一千多兩千都已經夠了 五千元 用不用 你聯絡一下他 你這麼大的房子 你聯絡一下他 因為自在 我沒有小孩子 幫你補習 因為自在 有一點興趣 自在 大學女同學 給他五千元 給他的護主 他的家庭也未必有這麼大 他家庭一定要夠大 剛才說了 有兩個子女 有鋼琴 又多一間客房 一定未必會自在你的五千元 對 我覺得他拋磚引玉 挺有趣 最終他可能找到一頭住家 可以按到 我想是不會收到五千元 如果你真的有責任收到 絕對好過你自己去找劏房 對 直接是家庭教師 其實這個概念可以引伸 我覺得可以引伸到其他地方 有想像力 我看過一些片 你們應該看過 那些老人屋 老人村 整個老人宿舍 找些年輕人陪老人家住 他們沒有親戚 就是在那裡住 對 那些年輕人找不到地方住 這班年輕人 就可以來這個老人村住 照顧一下他們 有些要求 可能要煮東西給老人家吃 但他又不是老人院 他是一個老人院舍 不是劍橋老人院 我們想像的 其實獨居老人是可以想想的 真的 現在香港真的想想 這些想像力 為何經常想填海 或者移山 鼓勵一下那些年輕人 那些軟件 你明白嗎 他把人和人之間不同 手平凡的幸福 把人和人之間的 連繫組 心靈連繫 那些女大學生還沒有跟護主 和小孩聯繫 剛才我說的老人院舍 還沒有跟三九五四七的年輕人 和老人家一起聯繫 不只是老人院舍 現在很多屋邨是獨居老人的那些 其實可以想想 譬如古南俠 有沒有興趣 有些年輕人 你還沒有住劏房 獨居老人 你住一個年輕人 很不方便 不是很不方便 你當是照顧他 如果你有興趣 我那個外國那個 就好像一個大宿營的營館 當然是一間房 就是那種 就不是我們有一個公屋獨居 不是那種 但我意思是 你總好過你住劏房 那個年輕人也是 我覺得那個是難的 因為你真的要照顧很多東西 他的身體 他起居飲食 甚至行動 你又扶他 你扶我去廁所 會難些 就不同 剛才你所說 那個就有生的音樂感覺 有一個藍牧住一個人 這些在社區其實可以想 是很多 這是一個生想像力 可能現在我們都要想這些 沒錯 這些地方 地小人多 住的地方不夠 不斷讓人下來 好讓我想一下我家裡需要些什麼 你找這個女大學生 寶寶站 你想補什麼 就是生物科 Biology Human Biology 素理化 OKOK 上面的蜜蜜 全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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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頭補補落 極字尾 你看傑斯這些 害怕就是害怕這些 心裏面的想法 好可怕 好可怕 好可怕